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5月17号星期五 5月16号到17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的日子 中俄联合声明2024版也在5月16号这天发表了 洋洋洒洒上万字 媒体和自媒体们这两天都在评价这个事儿 有很多人注意到了 比起2022版的中俄联合声明 今年的声明少了一句话 就是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这句话 那这句话呢有另外一种表述叫做被靠背无上限 那不少人都在分析少了这句话代表了什么 有媒体引用上海某位国际关系专家的观点说 国家之间合作都是在不损害本国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都是有天花板的 过去说那个无上限只是一句修辞 是一句形容词大家别太较真儿 中国呢不可能为普京的俄乌战争无限背书 普京也不可能放弃到手的乌克兰东部领土 哪怕习近平劝说他放弃乌克兰东部领土达成和平 普京也不会听的 所以双方都是有上限的 那对于这个辩解怎么看呢 我今天进行了一番互联网考古 发现无上限啊 这个说法的更早出处是中共外长王毅在2021年初 就公开这么讲了 他当时呢是对中俄在疫情期间的合作 总结出了两国的三无关系 无止境无禁区和无上限 新华网还专门以此为标题 出过一篇报道原文在此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啥王毅说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引爆舆论呢 那是因为2021年初嘛 俄乌战争还没有爆发 当然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早在2014年顿巴斯就发生了 只不过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是2022年才打响的 这场战争是在2022年2月20几号 一个很二的日子打响的 但是事实上王毅很可能也不是这个 无上限提法的始作俑者 这种对于大国关系的定性表述 按照习近平时代元首外交掌舵的原则 我严重怀疑这个话就是习近平自己说的 王毅也只不过转述而已 那关于中国所谓国际关系学者对媒体所说的 国家之间的交往都是有上限的 都得以不损害本国利益为前提 是不可能真的存在那个三无关系 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 它代表了什么呢?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在我看来啊 这就是中共那边通过知识分子的一种测意放风 就稍微对冲一下习近平和普京热情拥抱 给西方带来的刺激 意思是说好像中国的知识界 还可以表达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中共外交还是有理性的意义 和西方的关系还是要维持的 中俄以及中美、中欧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所以你们反应也不要太激烈 该投资还是要继续投资哦 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俄联合声明2024版》里面 对于两国关系定性的总结被修正成了这句话 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 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 其实这个修正不算狠心 在2023年习近平反俄的联合声明当中 已经就这么说了 这次是普京反华 又是中美、中俄关系处于重大关头的时候 这个腔调今年引起的重视就比较多 今天咱们就来重点解读一下这句话 确实是很有料的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国际关系当中 大家认为国家的首要利益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 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主流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经济利益是国际关系当中最首要的利益 是这样吗? 错了 自从有国家这种人类的组织形态以来 从来就没有变过 未来也一直会是这样 安全才是国家的首要利益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再说 国家的底层逻辑是地理逻辑的原因 不是经济联系也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地理关系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和安全有关 你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立足 就在于你有一条自己能够控制的边界 你能够不让别人进来 所以国家非常自然的 就会优先的以地理屏障为边界 像什么大河、大山、沙漠或者海洋 是吧? 外人要跨越这条边界比较费事 你这个国家才比较好防守 安全才有保障 安全从来都是首要利益 从来只有国家为了安全牺牲经济利益的道理 没有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安全的道理 非要这么干的呢 就会被作为愚蠢的案例写进历史 比如中国的甲鱼罚国这个成语 就讲出了这个道理 故事说的是春秋时代 晋国要讨伐国国 但是呢这两个国家不接壤 中间加着鱼国 所以晋军就要取到鱼国 于是鱼国的大夫们都很反对 说这个让晋军从我们的国家经过 攻打我们的友邦 这是破坏了我们的国家安全的 但是鱼国的国军呢是个财迷 很喜欢珍宝 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重 于是晋献功就投其所好 送给他名马保育 那鱼国的国军就很爽啦 就开放边境 让晋军通过 第一次军事行动呢 晋军只是打下了国国的一小部分 但是通过这次行动摸清了 国国和鱼国两个国家的虚实 三年之后再度戒道 攻打国国 这一回呢就把国国给灭了 而且晋军还把抢来的一部分财宝分给了鱼国 那鱼工就更爽啦 你看这个生意做的多划算呢 我只是开个门 让晋军借个道 我就赚这么多 那果然是很滑的啦呀 于是就更加不加阻挡了 甚至允许晋军在鱼国的都城外驻扎 结果晋国就顺带手把鱼国也给灭了 把鱼国国君也给俘虏了 于是这个故事就留下了两个成语 一个就叫甲鱼法国 甲是凭借的意思啊 这里就是渠道的意思 又叫甲图法国 另外一个成语就是唇亡齿寒 鱼国和国国这两个小国 在安全上是互相依存的 那一个倒了 另外一个也撑不住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国家安全 最后你是安全和经济利益都没有的 都全都归了别人了 那干了这件傻事的鱼公 鱼国国君就成为了千古笑柄 他真的就成了那个鱼公了 鱼公移山那个鱼公了 那看起来马上有人就要布他的后尘了 就是台湾社会的某些人 还有西方的某些政客 被利益占据头脑的时候 人总是很难清醒 会找到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 总说自己现在经历的是一个特例 历史上的事 那是别人的事 是不会在我身上重演的 但事实总是证明 人类从历史当中学到的最大教训 就是他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 讲完故事一圈 回来想说的是 正因为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利益 所以国际关系的顶格关系 最铁的关系是啥? 就是军事同盟 你看彼此把安全和性命都交给对方 还有比这更紧密的关系吗?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世界上最长的 不设防的边界 不是说没有边界 你往来与两国还是要过海关 还是要看护照的 只是没有驻军设防 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才是信任的典范 如果再亲密一步的话 那就没有加拿大了 美国就该把加拿大吞并了 所以这个中俄联合声明里面说 超越冷战时代的军事和政治同盟模式 你这不是瞎扯吗? 你怎么可能超越这个军事同盟模式呢? 他非要说超越 那怎么超越呢? 不过就是那个三无关系 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 另外一种表述吗? 都超越军事同盟关系了 那个是天然的上限了 比它更高 你不等于说无上限吗? 所以呢我也是服了啊 不过就是换了个提法嘛 说超越军事同盟关系 就引来一堆所谓的专家在那儿洗地 说什么中共的外交还是有理性的 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还是客观中立的 这就都来了 还真的就是那个板砖的砖 这个砖家 那我们再来看声明的具体内容 可谓是各个领域无所不包 比如中俄在彼此的核心利益上坚定支持对方 什么核心利益呢? 普京的核心利益 无非就是占领的乌冬领土 它不能够退出来嘛 中共的核心利益当然就是要吞并台湾嘛 又比如第二项关键内容 反对长臂管辖和制裁 反对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中共反对欧美 由于俄罗斯亲屋去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也反对欧美由于中共原额 来制裁中共 第三项关键内容是 反对国际刑事司法政治化 联合声明里的这一条 其实是专被普京量身定制的 其实就是反对国际法庭 把它列为战中罪犯 第四项关键内容 反对没收外国财产 这里指的是中共反对美国扣押俄罗斯 在美国的国有财产 美国打算这么做 是把这部分财产作为未来强制俄罗斯赔款的一部分 拿去给乌克兰 用于乌克兰重建 中共就非常害怕美国来这一手 因为一旦它对台湾动手 美国也可能采取同样的举动 中共持有巨额的美债 这是它一个软肋 另外呢 中国的央企在美国的银行里面有存款 还持有一些美国公司的证券 还有不动产 未来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 都有可能被同样对待 被美国政府冻结 但是我说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瞎扯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美国政府要敢这么干的话 会导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财产也被强制没收 那美国资本家就该哭了 就应该把白宫都给掀了 而且呢你冻结了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债 相当于也影响了美国国债的信用吧 也破坏金融稳定吧 真这么干的话 那美国资本家是不会答应的 你要这么说呢 我是同意的 一般是不会这么干的 但是二班三班就难说了 二班三班的情况就是中美直接开战 刚刚才讲了嘛 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利益 国家总是愿意为了安全牺牲经济利益的 那你两边都打起来了 以称敌国 这个时候任何手段都要为赢得战争服务 那个时候国家就不算经济账了 只要对方的损失比自己大 那就什么都可以干 所以中共还是很怕这一手的 中国联合声明的2024版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关键的方面 还包括了许多方方面面 有贸易、金融、旅游、文化、教育、军事、知识产权 甚至还有核技术方面的合作 还有针对世界其他热点地区的共同立场 什么针对巴以战争、阿富汗问题等等 那几乎就算是一个全面盟约 不叫盟约的盟约 从内容设计面这么广来看 哪怕不提无止境无禁区 那实际上也是无止境无禁区了 它内容的涵盖面 比起前两年版本的中俄联合声明更宽 当然联合声明这个东西 只是两国政府表达一个共同立场 它本身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真正的成果做到哪一步 还得看这个元首峰会以后 所签的各个具体的合同和协议 那么好 过去几年 每年中俄元首都有见面 都有联合声明 合同协议也签了一大堆 那么落实情况怎么样呢 过去两年习近平对普京的支持力度 到底有多给力呢 有一个数字非常重要 就是2023年 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2400亿美元 比起2021年是多出了1000亿美元之多 中俄之间贸易额的增长 得和俄欧之间贸易额的下降 两个数字对比起来看 2021年俄罗斯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创纪录 达到了2575亿欧元 2023年就缩水到大约只有900亿欧元 两年之间俄欧贸易是减少了1600亿欧元 然而在这两年之间呢 中俄贸易是增长了1000亿美元 所以中共其实是接手了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的能源 减少的很大一部分份额 当然不能说中共把俄罗斯对欧盟出口减少的那部分窟窿全都给填上了 但最起码是填上了很大一块 那也算得上是真金白银出力不含糊啊 也真算是尽了效了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2023年是中俄之间的三倍 你一听三倍也不少了 可是要知道俄罗斯才多大一点经济体量啊 只相当于中国广东一个省 而美国是多大的一个经济体啊 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才仅仅是中俄之间的三倍 这正常吗?其实很不正常 所以中俄之间的贸易增长有很强的援助和倒贴的性质 就是中国能够从别处买的呢 也从俄罗斯买 哪怕货次价高也从俄罗斯买 才会造成贸易量如此激增 这次普京访华时间虽然短暂只有两天 但是中共的欢迎非常的隆重 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欢迎仪式上 那个红地毯铺的简直就跟迷宫一样 如果有一项铺红毯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那我建议中南海应该去申请一下 是很有可能中选的 这就和一个月之前 美国官员在中国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习近平哪怕在中俄联合声明当中 没有再重复那三无关系 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 但是他心中以谁为重 那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元首之间的会面 它只是战略性的敲定两国之间的关系 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反转了 至于具体的事情是执行官员早就谈好的 所以我的猜测呢是 在公开出的一批合同和协议之外 中国之间有可能是有密约的 普京在战争期间离国 那可不是只来走一下红毯 接受一个什么有益勋章这么简单的事情 它一定是要有些收获的 所以我的推测呢 是中俄之间更加深入的盟约关系正在推进当中 那这就需要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来做判断 那么好 从总体上总结分析完了中俄联合声明 有一个花絮看似不重要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值得专门提一下 因为这体现出了普京的小心思 就是联合声明中说 双方将协同朝鲜就中国船只 在屠门江下游出海的事宜展开建设性对话 换句话说就是普京承诺去游说朝鲜 帮助中共打通一个经由朝鲜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那说到这儿呢 那就又要说到历史和地缘政治了 有观众朋友留言说 文昭的节目要能看懂的话还挺有收获 挺长知识的 但问题就是他经常看不懂 那这也是观众朋友对我提出的鞭策和挑战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背景非常复杂的话题说得简单明了 那咱们先看地图吧 这个屠门江呢是中朝俄三国的戒合 下游是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戒合 所以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才有说 帮助中国的船只 怎么样协同朝鲜 经由图门江出海 才有这回事吗 那这就算普京为习近平做了一点事了 为中共的那个东北振兴计划提供一点协助 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以前做过一集 《东北为何哭泣》的节目 里面就谈到过20世纪前期满洲兴旺的历史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原因 被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这个时代 满洲的兴旺 它是在日本所奉行的日朝满这三方一体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策略是什么呢 是原料满洲工业日本 满洲这边提供煤炭木材和钢铁制成品是在日本完成 后来由于开发满洲本身的需要 重型机械设备、铁路、机车这些东西如果在日本制造好了 再运到满洲去嫌麻烦 所以后来这些重型设备的制造也放在满洲本地了 那在日朝满一体化的布局当中 朝鲜是居于满洲和日本之间 它的地位就非常重要了 那个时候满洲经由朝鲜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的那个通路是畅通的 所以来自于满洲的原料 就通过铁路在朝鲜那边装船运到日本去 日本的工业制成品也是经由同样的通路 再运回到满洲 可是二战以后这个格局就变了 满洲、朝鲜和日本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政府来支配 那么东三省经由朝鲜出海的这个通路 就只剩下辽宁这一个方向了 主要就是辽宁的大连港 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就成为内陆地区了 所以你看整个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在中共振兴东北的计划里面呢 就有这个考虑想要重新打通经由朝鲜通往日本海的这条道路 不过这个地缘关系只是影响东北振兴的原因之一 大家也别太高兴 好像有机会打通了屠门江的出海口 金林省就能够振兴了 那这里呢也不得不说一句让东北观众们泄气的一句话 就是在我看来啊 东北振兴的这个气数已经过了 网上大家经常看到有人贴帖子 说满洲曾经这个铁路里程数占到了亚洲的百分之多少多少 钢产量占到了全亚洲的多少多少 说满洲曾经是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有雄厚的基础可以再度崛起 那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一下啊 说满洲的那个工业化成就是工业化前期的技术水准上达成的 是煤钢工业化 那现在还是这回事吗 早就不是这回事了 现在哪怕是重工业也是智能化信息化的 钢铁厂连那个天车掉壁都是遥控操作的 所以满洲曾经达到的那个工业化的技术水准啊 其实远远落后于已经衰落的美国铁锈地带 从你那个煤钢工业化20世纪前期的那个技术基础 到信息化的重工业 它中间有很多课要补的 它是需要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的 而东北目前的情况呢 是一劳动力严重流失 第二也缺少外来投资 所以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讲 东北要重新工业化呀是非常难的 还不是说地基可用 你只是在地基上重新搭房子的问题 不是这回事儿 而是连地基都要挖掉重新做的 那俄罗斯现在是承诺帮助中共去做朝鲜的工作 让中国的船只可以从屠门江出海 它这个建议呢 本身也是想让中国出钱出力 去疏通屠门江下游的航道 同时呢建设港口仓库桥梁这些基础设施 目前屠门江出海口的最后一段啊 泥沙淤塞相当严重 前苏联时代是建了一座跨江铁路桥 连接朝鲜和俄罗斯两岸 但问题是这个桥太低了 离江面只有11米就通不了大船 船一大了一高了就撞在桥上了 所以这座铁路桥得拆了重建 那所有这些基础设施 俄罗斯和朝鲜都是不愿意出钱的 于是呢就想让中国出力啊 中国建好了他们坐享其成 说是帮中国振兴东北 其实都是为自己打算 所以你看普京是小心思满满 他是一点不吃亏的 小算盘打的是贼溜的 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最后介绍一下最近一期 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 发表的节目 聊的是前篮球巨星姚明的话题 从2017年起 姚明就是中国篮球协会的主席了 在NBA赛场上光芒四舍的他 当了中国篮协的官以后呢 中国篮球并没有腾飞 成绩这两年反而是越来越差 于是姚明就得罪了很多人 球迷也超级不爽 今年以来几次传出 姚明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的消息 他最长时间的一次消失 发生在四月份 消失了二十多天 期间还缺席了篮球的重要赛事 姚明这么一位曾经才华横溢的球员 全民的偶像 为什么踏入了中国的仕途呢 又如何成了传门当中的 那个体育界清点大案当中的主角呢 这一期的思绪飞扬 咱们来聊这个话题 开始呢 其实我只是把思绪飞扬频道 当成一个副频道来做 结果弄着弄着也成了主频道了 今天我回头一看啊 两个频道加在一起 已经超过215万粉丝了 由于我这两年是把精力分在了两个频道上 所以单个频道的更新率就低了一点 那单个频道的涨粉也慢了一点 但是几年下来还是攒了200多万粉了 一直就有咱们这个时事频道的老观众 对我不务正业非常不满 就希望我提高谈古论金频道的更新频率 最好是日更 每天谈古论金 其实之所以这两年工作强度这么大 我还能撑得下来 就是因为我分成了两个领域的频道 我一跨界去做另一个领域的内容 就相当于是换脑子休息了 您要催我日更 每天都是地缘政治、金融大事、联合声明啥的 那我早就累吐血了 那么好 抒情完了还是得发出个号召 那我现在就把这集思绪飞扬节目的链接放在屏幕上方 请对姚明的遭遇、有兴趣的朋友一步观看 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本招思绪飞扬这个频道 再加把劲 这个频道的订阅也过百万了 那在YouTube平台上呢 好像跨了界还能够拥有两个百万大号的博主 我还很少见过 所以希望咱们的老铁们也加把劲 咱们共同创造一把历史 那在文昭谈谈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